汐止民风街298巷进去一直来路不宽 虽然可以汇车 但是因为是一条死巷子 车子进去容易要回转好难 现在都得进到里头的四人停车场再转出来 如果有管制就会好麻烦 所以里长也希望能够将当时建商预留的回转到清出来 25号上午医院抓领服务处也前往现场关系 也希望将道路用地上的违建尽快的拆除 清出回转空间 这是938跟931 是当时建商在建附近的房子的时候 是作为回转到 拿出示意图表示 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 其实中间留了回转到 不过因为违建被占据 根本没办法回转 民风街298巷的巷子不宽 虽然汇车没有问题 但是要回转却不容易 尤其这是一条死巷子 车子进去容易要回转 现在都得开到最底的私人停车场再转出来 麻烦之外 如果有管制 外车进不去 没有办法回转 问题很大 造成很多司机在报应 跟我民众在报应 说没办法掉头 那后来我有跟宏太说 你那边坐停车场之后 后来以前都是在他们的空地掉头 那因为后来 他让包商作为停车场之后 他有管制 那有管制之后 他们出入很不方便 造成那个车子进来就没办法掉头 无尾巷就是死巷 所以当初建商特别留了这两块回旋的空地 但是在当初就被人家请占为章 所以造成我们298巷车辆的进出 就没有一个回旋的地方 在接获成情后 25号上午 议员抓领服务处就到现场关心 里长也拿出向地主询问的回文 上头明白写出 是为征收公共设施保留地 是以开辟道路作为公共通行 而说的就是里长站的道路左右两边的地方 因为长期违建根本没人知道是预留的回转道 也希望相关单位尽快拆除 931 938的地号它要让我们做回转道 它统一书也有所有全创都已经交给我们市政府了 那我们要请市政府拆取队尽快来处理 我们把当初掉出来的图 还有掉出来的一些文件 都证明这个地方是一个回转的空地 那居然已经被人家占这么久 那我们希望说拆除队要把它拆掉 让这个地方车辆可以在这边回转 在5月底就已经行文反映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拆 议员抓领服务处也将反映相关单位 尽快地将道路底两侧的铁皮违建拆掉 规划回转道让民众开车进来毫无回转 这条汇林细子采访报道